HELLO,大家好,我是Heidi 看到身後的陣容就知道今天我們的主題是什麼 春天的時候和大家分享過一個香港本地鞋品牌 The Corner來到秋冬了,當然是轉季了 所以我就精選了10個鞋款和大家分享 有休閒、有斯文、也有冬天必備的蝦款 除了拿上手給大家看看細節位之外 我還準備了幾套不同Style的衣服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不要錯過了 有followIG的話應該見過這張照片 穿著就是白色Classic樂福鞋了 非常發達、非常好搭 所以除了白色之外 我還選了它們的beige color 和大家分享分享 我會形容它為一個變咒版的樂福鞋 因為它前面是沒有那麼闊的 尖一點,看起來較 girly 還有它有3cm的鞋子 走上來都舒服一點 一如既往The Corner的鞋墊也是非常舒服的 然後這裡見到一個pushion位 大家不需要擔心刮腳的問題 這雙鞋的皮膚是有少少挺度的 所以第一次穿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有點硬 但只要你穿鬆了它 穿軟了它之後 這雙鞋是非常舒服的 第二款就是我手上的Crossway 真的非常適合初秋的時候入手 它的質感是皮膚的 所以一穿上去就會有一種入秋冬的感覺 但這雙鞋還沒有那麼高 在腳裸下是很適合現在轉季的 有時候買了一些秋天衣服很想換季 穿夏天的鞋子又不太適合 穿冬天的鞋子又怕出街被人覺得浮誇 天氣還那麼熱的時候 就拿冬天鞋出來穿 好像很奇怪 這個時候穿這雙鞋就恰到好處了 還有它這個大約4cm的高跟 但是可以令到腳更加收長的時候 不會很辛苦 是很好走的 我有一雙白色是可以走全天都不會覺得累 不會讓腳向前衝很辛苦 很大壓力 所以這雙鞋我也是高度推介 說起腳看上去收場的話 一定不少得尖頭高跟鞋 我手上這一雙就是Classic High Heels 好像平平無奇 周圍都可以買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雙舒服的尖頭高跟鞋 是挺有難度的 一來它的墊很舒服 二來它後面這裡一樣是有Pushion位 沒有那麼容易刮腳 三來就是它前面這裡是恰到好處 有些太淺會看到腳趾欠 我自己就覺得很辛苦 走得不漂亮 有些太深又會覺得那款太老套 所以剛剛好是很難找的 而且它的光滑的面是有質感的 不是那種很七皮 或者是一些很廉價的皮 或者很膠的感覺 不會的 所以穿起來的時候 整個人很有氣質 然後對腳是可以長到多10cm 我知道有些朋友未必穿到這個高度的高跟鞋 但是又想要差不多適合 也是斯文款的話 我手上這對Candy Black就非常適合你了 這個奶油白色真的很漂亮 很溫柔 然後上面的綁帶 是令我覺得像芭蕾舞鞋的概念 總之整隻腳一穿上去之後 就覺得整個人都溫柔了 優雅了 真的非常漂亮的一雙鞋 如果你覺得剛才的鞋太過girly的話 接下來這三對就會比較中性一點 我手上這兩對Cony Laces Lover 和Castle Lover 一黑一白一穿一穿 非常之方便 白色這對看起來比較尖 但是前面是做了一個小小的方頭 還有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不用綁鞋帶 超方便 我在綁鞋帶這個範疇是很廢的 可以一條街脫三次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生 總之如果有這種不需要綁鞋帶 這麼方便的鞋子 一穿就行得到的話 是真是一個人物 還有現在買鞋看到這個痕 就知道它可以踩肘 感覺到那種柔軟 最重要是你踩了下去之後 這塊皮不會硬著 不會覺得有一層東西在腳下 不舒服 它好像融入了在鞋裡 然後黑色這對鞋型 我覺得是很經典的Lover 前面有些流蘇 今年很流行一些白摺裙 校圓鋒就適合了 然後鞋底看上去 好像一個床褲 所以其實穿上去真的很舒服 接下來是一雙啡色牛樽鞋 對我來說是一個新嘗試 好像沒見過我穿這麼正經的鞋 其實年尾我會做兄弟 姐妹伴侶我就做得多了 兄弟真的是第一次 因為要跟其他男生一起穿同一套西裝 穿高跟鞋好像有點標期立意 所以我一直都找了很久 會不會有些鞋除了這次穿西裝外 平時都穿得到的 所以我就找了這一雙牛樽鞋 它是正經得來 上面會有些花樣的 還有這個小小的搶很重要 我擔心了很久 如果當日拍照的話 我有小顆 還有女生 會不會全部照片都是頂顏頭 所以這雙鞋 有一點點高度 我也會安心 最後就是秋冬一定不能錯過的鞋款 今次準備了兩對中鞋 其中這一對還可以變咒成為短鞋 然後就是連小顆子都可以駕馭得到的一對長鞋 它是穿完之後超級無敵顯瘦 小腿可以收穿得很好 所以現在馬上繼續介紹 我手上面這一對中長鞋是綁帶款 這幾年很流行一些綁帶軍鞋 但自己比較小顆 又找不到那種粗獷的味道 穿出來只有笨重和很重的感覺 是搭不到的 有些衣服就是搭一個綁帶時 這對就救了我了 因為它旁邊的物料是有彈性的 所以是很flexible 很靈活的 它前面綁帶會有一種隨意感 但它亦可以很斯文地穿出來 加上我本身的腳很小 如果前面穿一個大圓頭 是很像小銅鞋的 這款有一點尖出來 但又未到極尖頭就剛剛好 後面的肘也不會很高很舒服 而另外喜歡買韓國衣服的話 一定要試試這雙carsquare 這個方向非常配搭一些歐尼斯風格 還有它這個5cm的衣服 穿下去很熟女很lady 而且它這個中長度可以摺下來 把它變成一個好像高一點的eco boot 是不是一雙鞋兩個穿 很划算 有些朋友可能覺得自己的腳不是筷子腳那一類型 然後如果穿下去很辛苦 這雙就不怕了 看到它的彈性 是沒有問題的 完全不會像紮腫一樣 來到最後就是我手上這雙長蝦了 從來都不知道原來我這個小粒仔 可以駕馭到一雙這麼長的鞋 你知道啦 人有得這麼高 腳有得這麼嘟嘟 穿到一雙這麼長的鞋 還有症的 但是當我試完它之後 是完全改觀了 它是把所有的缺點收起來 在對胸裡面 令到腳看下去很不直 而且視角上長了很多 它後面這個拉鍊是可以一直拉到底 所以不需要擔心很難穿的問題 還有它的症是3.5cm高的 不會高到好像突霧一樣 也不會平得很厲害 很難走 因為我是第一次挑戰長蝦 所以選了黑色比較穩陣 安全牌一點 但是我知道今年很流行啡色長蝦 所以如果你都在觀望 想找一雙長蝦的話 這雙除了有黑色之外 它還有啡色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10雙我精算出來的秋冬鞋 有沒有哪雙適合你心水 有沒有哪雙燒著你 所有的資料我都會放在info box 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接下來當然會有我的秋季開箱 換季系列 全部都計劃中了 千萬不要錯過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繼續收拾 和星期日繼續收拾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